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安卓制定空间的视频教程 我是你们的主将老师托比 如果大家能够听到这一节课 说明大家是基本上把我们的课程都听到了 在此恭喜大家 这个成功都是给那种有想法 然后并且做了最后坚持下来的人 就是听到最后一节课的人 我们安卓制定空间的视频教程 大概14节课一共 今天是最后一节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学了哪些东西 一起来回顾一下 最开始我们讲我们学习目标 就是要熟练的编写安卓制定空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还有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制定空间 就是我们可以复用 可以简化我们的代码 就是看起来比较爽 然后我们讲我们制定空间的三种方式 计算已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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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计算已有空间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效果 和我们已有的空间非常类似 我们直接计算它 然后修改一些东西 就OK了 比如说我们举了一个案例 就是自定一个按钮 可以说我们所有项目中都会用的按钮 但是这些按钮都基本上不是系统的效果 需要我们自定义 然后第二种是继承布局的方式 继承布局的话 就说你一个空间已有空间不太好实现 要多个空间才能 然后我们用多个空间组合的方式来实现 我们就是继承了一个布局里面 把我们的多个空间组合在里面 然后同时讲到了我们的自定义属性 这个是我们自定义空间里面非常重要一个东西 就说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自定义空间 在atdrs这个文件里面添加一些属性 然后我们去我们的view里面去把这个属性 属性做一个绑定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插幕中使用 就像我们常用的什么安卓 txt 安卓 帽号 background 这些 这个是我们自定义空间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然后自定义方法的实践 这个可能和我们平常的加画实用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些功能 然后第三种方式就是继承跟view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也有的空间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 然后我们把它揉在一起也无法满足 比如说我们的折线图 然后我们就继承跟view 然后复写它的onzo函数 然后用onzo里面给我们提供的一个canvas 画布加上我们的paint 画笔 这样两个东西来画我们的东西 相当于现在就给了一张白纸 你在上面画什么都可以 这个可能用的少一点 但是这个是一个终极的方法 然后我们给了大家一个最后的一个案例 滚动电面顶部调成一个案例 好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耐心的听完我们的 安卓支援空间的教程 希望以后有机会也能和大家再次相聚 嗯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再见 再见